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般抓蜜蜂的时候有很多种方法 就像上面这一窝蜜蜂那样的 看到没有 在一窝蜜蜂 我们抓的时候 如果是刚刚聚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蜂我们把它抓走 如果我们无法确定的是 他来了多久的时候 最好我们就是不要找他的王 有很多不怎么懂的人 也以为我们抓到那个王就可以 把那个蜂蜜蜂抓到了 其实不是那样子的 有时候他来了很久了 有侦查蜂去其他地方找路了 如果他找到了 你在这里找两下他马上就飞走了 你什么样子 什么都抓不到 所以说那样子是不可取的 如果是看到他已经开始想飞走的时候 我们就拿个袋子 把那个蜂全部收在袋子里面 大部分把它收在袋子里面 然后就拿着袋子 因为大部分的蜂在这里的话呢 他就不会飞走的 我们然后抓着袋子 然后就等他进的时候 把那个袋子挂在这里 打开那个袋子门口 然后呢他自然就会飞进去的 其实抓蜂呢也有很多种方法 我们也可以拿一张有蜂涌的那个蜂桥 放在那里 让他全部聚在那个蜂桥这里 要拿下来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们也要判断 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判断 我们用哪一种方法来收这个密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